這裡是曾接待過400多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 見證過上海無數次重大歷史事件的地方 今天我們的故事就要從這間廚房說起 你好 張總 好的 好的 好 我先安排一下 保證完成 他們是廚房間一群默默無聞的廚師 可能很多人也不覺得他們是廚師 今天我們要說的就是這群食品雕刻師的故事 也許你不知道 這些平時飯點在廚房忙著切配的廚師 卻負起了菜品顏值的責任 並且這樣的任務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 應該說我們酒店所有的重大的接待 這個像G20峰會啊 市長諮詢會啊 國慶招待會啊 它的主題設計都是由郭宇文團隊負責完成製作的 這是2016年國慶招待會的時候 郭大師和他的團隊一起用芋頭跟南瓜刻出來的上海八景 事實上這樣的成果還有很多 獎章和證書都已經全部證明了他們的實力 特別是這位郭大師 2006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他就用了一個南瓜鐘博得了全場喝彩 當時我們是使用了這個南瓜鐘 作為神器第一道投菜 當時那個各國客人他們都鼓掌 後來這個南瓜鐘就成了代表這座城市的禮物 把自己的作品作為國家領導人的一個禮物 我覺得非常自豪 像這種南瓜一個人全都刻完 從那個原料大概60小時左右 一個南瓜要刻六個小時 雕刻的時候基本是不分昼夜的 而為了保證雕刻出的南瓜效果符合原來的預期 如何挑選一個外表和內餡一樣顏色的南瓜 才更花工夫 刻五十個的話 最起碼要兩三百個這樣的南瓜 才能挑選出來 在數十年如一日的打磨下 每位師傅都有自己的絕活 像這位姚燕妃師傅工作十五年 用白菜雕花是他的絕活 還有這位牛寶亮師傅工作十六年 因為細緻練就了一身水下 將捐豆腐刻成牡丹的本領 同時他也擅長把菜本身跟雕刻相結合 還有這位徐貝師傅退休後被反聘 擅長把插花跟雕刻融合 就比如說這上面的這白玉蘭 就是我用 微不怎麼時間 最後的擅長把插花 並且很好 超過我 載著 低夏天 所以 我讓你炒花 親愛的 我 我们都会不定值得拿出来讨论 去寻找一种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是希望把这个传统 就是传承下去 传给我的兔子 尽管已经出色地完成了 无数次高规格的接待任务 但每一次这四位师傅 还是会有些紧张 因为每次的作品都不一样 每一次的创意都还是新的 师傅们说 每次戴北京师傅 都是这座城市 所以一次都不能失手